和对生活的乐观具有感染力 你会唤起人们心中的各种感情 唯独没有冷漠 总之吸引人的疏忽者 会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疏忽人们对生活有同样的热情 都很活跃 出生于1962年的疏忽人 六二虎 喜欢安静 安稳的家庭生活 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 女性很热情善良 男性的性情与外表的热烈截然不同 内心比较女性化 比较婆婆妈妈 任性拘谨 女性则比较难以操控 六二虎的为人生命 工作是认真的对待 休闲时 游戏时 有游戏时的道路 他们不会把工作带回家中做 对伴侣也懂得体贴 但时常沉默寡言 不会说甜言蜜语 唯一不好的就是不接受别人的劝告 其实实在在的是 他最需要别人劝告的人 出生在于1974年属虎的人 七四虎学习能力特别强 爱好稀奇古怪的事物 尤其在手工艺或艺术方面 能够达到精深的程度 而且他们自尊心极强 我行我素 自视清高 特材傲物 不接纳他人的意见 这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是他们失败的机会太少了 这便引起了他人的忌妒 七四年虎的一生的视野 有好运 也有坏运 各半的趋势 出生于1986年的属虎人 八六虎的主人 有着言出必行的性格 做事认真负责 意志力坚强 度量也大 有才华 头脑聪明 与他人讨论时 喜欢口肉悬河的 发表自己的意见 亦受他人诱惑 上他受骗 要随时留意自己 爱护自己的身体 在病应该呢 就应该立即就医 不可延误 耽误病情 八六虎的主人 应该随时注意家庭的和睦 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八六虎的认在 财运方面是还可以的 不管困境或疾病 都可顺利度过 属虎人的运势呢 总的来说 属虎人是顺心顺水 财员大望 事业大利 但还是建议属虎人 不管何事都要亲力亲为 而且三思而后行 还需保持健好就收的心态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此外呢 不要一起用事 或与别人发生争执 问题越来越难解决 甚至还出现 损财的可能 得不偿失 好了 本期视频